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关心7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台铁花莲运务段长吴津天 今年7月15戒铃退休 而台铁局在14号也就是今天 吴段长最后一天的上班天 举行了新卸任运务段长布达交接仪式 而担任经交人的台铁局运务处长刘双火 也宣布了由宜兰运务段长徐明杰 兼代理花莲运务段长职务 台铁花莲运务段7月14号举行新卸任段长布达交接仪式 由台铁局运务处的处长刘双火担任尖交人 宣布由宜兰运务段段长许明杰 兼代理花莲运务段段长职务 许明杰表示台铁局在明年1月将会公私化 未来宜花东运务段业务也将由花莲运务段全部负责 目前台铁局公私化的规划 将来会把宜兰从石城以南的辖区 会目前规划是会纳到花莲运务段来 那整个花莲运务段会从石城站到古庄涵盖这样的范围 我先前是在宜兰运务段服务 那对于宜兰运务段的工作内容也大概熟悉了 那花莲运务段的这个部分 其实在吴段长的带领之下他们的业务平常也都执行得非常顺遂 那将来两个辖区合并之后 那我们还是会秉持着服务的精神 会继续提供这样的优质的旅客运出服务 14号上午的交接典礼 在地首长民意代表还有台铁相关业务代表都热烈出席 可以看出吴金天的好人员 吴金天在致辞时也说到退休之后怕会有点无聊 新任段长许明杰则欢迎吴金天常常回到段里来指导后辈 而7月15号的2023仲夏宝岛号起航活动 则是吴金天最后一次以运务段长身份来主持 许明杰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一起来支持吴金天段长最后一趟任务 借旅会欢迎时报道